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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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歷了繁瑣的錄音過程 我終於完成第一首歌 啊 啊 每一句都唱了幾十次 火龍要爛掉了 接下來就是很搭配的故事了 很多歌曲是用MV去帶入情感 而我有能寫故事的力氣 利用故事加MV 雙重暴擊 讓人家更投入 我開始練習寫愛情故事 去看了很多電影 跟其他戀愛Youtuber的故事 跟很多朋友聊天 我和同樣常寫劇本的全野討論 好難啊 怎麼寫得好無聊啊 寫愛情故事 最難的是 且沒有讓觀眾帶入情緒 需要很長的時間鋪陳 就像現實中的愛情一樣 這樣後面的事件發生 才會有跟著心痛的感覺 但YT都是走快節奏 很可能 你還在鋪陳 觀眾就沒耐心 不看 因此 前面的鋪陳長是必要的 但要費盡心思 讓觀眾在這籠長的鋪陳中 覺得有趣 不會轉台 J 金低男 連我自己看戀愛劇都會沒耐心轉掉 我該怎麼留住大家 因為要發歌 我有機會嘗試新的領域 對我的畫畫人生來說 反而是個非常好的轉機 那篇愛情片雖然短短吃幾分鐘 但耗掉的時間是平常的數倍 有個愛一直在哭 靠北 哭三小 但總算是個好成果 第一首歌 回想非常好 我劃著大家的留言 很感動 出完歌的當下 我只想休息 出完明明就很緊幾天後 跟你說個好消息 第二首歌公司已經決定 可以直接出了 什麼 我感動自己 這幾個月的努力 獲得救贖 那我們抓個什麼時候出勒 明年五月怎樣 喂 沒有人隔那麼久的啦 倒是大家總要忘記你了啦 十月初如何 十月初是要我死喔 怎麼可能啊 情人節怎麼樣 好 那就達成協議 第一首歌出完後 開心的就獲得了肯定 但緊接著第二波的壓力 也隨時到來 在第二首歌的準備期間 到了如果可以的宣傳期 我收到索尼的cover要約 如果答應了 要在兩週內錄好 如果可以 這首這麼高難度的歌 要在兩週內錄完 駕馭好 老實說 太難了 大家可以唱唱看副歌 維里安跟鬼一樣 媽的 在第一首單曲中 很多圈內人都說 明明就很ㄍㄧㄥ的完成度那麼高 是因為有Jerry C在旁引導你的情緒 現在沒有他 你能錄好這首高難度歌曲嗎 是Jerry C讓這首歌完成的 Jerry C很強啊 沒錯 雖然我唱歌有進步 讓這首歌的完成度有90分 但如果沒有Jerry C的指導 可能就只有70分 我非常認同 所以這將是 我初次在沒有他的引導下錄 不能砸了別人的招牌 得看破手腳啊 但我其實也很興奮 因為明明就很冰 還是有可以加強的地方 我說不定能用這首歌血池 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回到那天相遇 讓時間停止 洋蔥狀態不錯啊 不過沒拿出這樣的鬥志 你無法加油這首歌 這首歌真的很難 儘管已經降了兩個key 還是很高 第一天進度大落後 只錄了不到一半 這什麼鬼歌 前面那麼平靜 後面又要那麼激昂 還有連續的高音轉換 這首歌在KTV唱是可以很high 但要在錄音室唱到沒瑕疵 也太難了吧 維里安平常都和哀可親的 但其實 他是怪物 錄歌呢 音準通常都還是可以後製的 但是情緒無法 你如果沒唱出感情 我是沒辦法救你 你要投入 心中想想 我這幾個月最難過的是 回家後我很焦慮 完蛋 進度嚴重落後 下下週就要錄 明顯是個狠角色 我都還沒練好 高中片還沒畫完 真的不該接這個case 第二天錄製 因為狀況不好 直接終止 得失心太重了 反而放不開 來來來來 5分鐘 給你 給你 沉澱一下 想一些事情 我覺得你今天 兩段情緒完全跟上次有點落差 在這邊 才上5分鐘 自己一個人沉澱一下 我怕怕 這個工作室很多人在鼓募 我怕怕 這個工作室很多人在鼓募 愛了就愛了 只刻在我們淚光的約定 啊!這是斑文! 傳說中在幾度投入情緒 陷入了歌詞的意境中的歌手 會浮現出的印紙 在這個時代的實力派歌手 每個都有斑文 我沒在火爛 不幸大家可以去Google 斑文歌手 洋蔥是不是剛經歷情喪 唱的有夠可嫩的 OK 收工 勉強過關 好啊! 我從來不曾讓師傅丟臉過 後來為了讓這首歌更有故事 加上最近在跟全爺PK 因此我直接把這首歌 做成MV送給他 這次雖然花了很多時間 但成果我很滿意 搭配MV 跟著愛意滿滿 希望大家可以多去回味 這首差點讓我死掉的cover 接下來來到第二首歌 明顯是個很角色的錄製 這首歌是經由我提大綱 由柏林跟JerryC寫的詞 再加上領悟了斑文 我很進入狀況 這次的錄音很順利 你進步很多 我不用再像第一次一樣 一步一步帶你 從第一段的忌妒 到最後一段的不甘心 你差很投入 謝謝 沒問題的話 我們可以來構思路 十三部曲的最後一首歌了 哼 我很喜歡這首歌的意境 整體錄音表現 我也覺得大於第一首 希望大家可以多去KKBOX幫我聽爆 最後還是給大家聽聽柏林的神之demo版本 錄完這首歌的我覺得我的唱歌旅程應該已經過了學習階段以後就能享受甜美的果實了 終於努力學成了一件事 好感動 我贏了過去頹廢的自己 有一陣子 有一陣子 但是我踏入 明顯是個狠角色 我很期待你的初次表現 我也很感動 他這麼力挺我 開唱前 我去跟GG練習了一次 一切都蠻順利 躲上世界的決定 顏林啊 你是不是故意來找我聽現場版的 我不是 我不是 這次的彩排大家都挺滿意的 到了活動當天在台上再次彩排 好應該還不錯 你的聲音悶悶的 是不是有點緊張 鎖猴 有鎖猴 看來我根本還沒克服當年的舞台恐懼啊 加上喉嚨痛休息太久 那個感覺不見了 糟糕 被這麼一說反而更緊張了 壓低喉結 壓低 讓緊 讓緊 啊 如果可以 我想和你 回到了天上 糟了 這句應該換氣 我會沒氣收尾的 那一張雨 啊 拒絕看出我的緊張 臨時加入我的怕 領導我 好 拿出信心 可以的 無力的呼吸 一眨眼一眨眼一萬年 讓我別困住你 結束了 完美 其實覺得真是個暖男欸 如何 我唱得怎樣 更放開了吧 我盡力放鬆囉 太用力 太僵硬了 比第一次還差 沒想到 唱歌是這樣的事情 停滯一陣子 功力 就消失了 我決定 重新鍛鍊了 我覺得以第一次來說 不錯了啦 經過了幾次的上台經驗 我認為 唱歌這件事情 只要稍微情緒波動 就會影響整個表現 鎖喉 發抖 不在情緒內 跨年看在台上的藝人 覺得他們都很鎮定 很猛 而有些新人 既是走音 或是聲音很虛 被觀眾嘲諷 是錄音室歌手 我認為 只是在萬人的現場緊張了 才影響表現 希望大家 可以給任何在台上的表演者 更多的同理 寬容 很好玩吧 唱歌這件事情 嗯 很快樂 這應該是我在學習過程中 感到最快樂的興趣了 這條路 我會繼續走下去 當作一輩子的興趣 楊聰 你這樣一直唱著歌 有什麼目標 或是夢想嗎 我的夢想是 這幾年 我能完成十首歌 也就是一張專輯左右的曲目 讓我能在開車時 能一路聽到底 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中 現在 我已經完成三首歌 有機會 我會去重錄建國路的cover 接下來我跟JerryC 還有最後合作的一首歌 也就是 魯蛇三部曲最終章 我和她的合作就到此 後續就再看 有沒有其他計劃了 可能明年 我換成開始認真打網球 也說不定 也會寫成故事 讓大家一起跟我深入體驗 我的唱歌故事 就到此為止 特首歌曲 Cat就是Creatures at Taiwan 是为台湾新媒体 做录者达到的全新平台 想多了解Cat的话 就去下台Hummy Video App 进入Cat网红馆嘛